我直接講好了啦 因為我覺得這個議題蠻瞎的 就是說其實狀況怎麼樣 各位應該是要去問黃偉翰 不是問我 因為這話不是從我嘴巴說出去 從台北到花蓮的飛機上 我旁邊坐的是徐曉星 然後我們是坐靠近機頭的部分 那柯文哲主席是跟黃國昌是坐在 應該是最後一排吧 然後他們銅牌的走到另外一側是朱立倫主席 所以不存在飛機上面找我談這件事 然後從機場到現場 巴士我旁邊坐的是黃建豪 所以也不存在那個私下找我 因為我跟柯主席完全不認識 他從來我到今天為止 他從來沒有一天找我私下講過話 那在花蓮的現場的時候 確實有非常多人就是在關心這個案子 然後我任何時間只要遇到柯主席的時候 旁邊一定是圍繞超過十個人以上 那當天確實也有人談論起這個 那我的 有人有提任何的問題 我不是專對我一個問題 就是在閒聊的方式 然後我講的也一定是檢方的SOP 就是我對任何人對我的訪問 或是任何一次談論到議題上面 我一定會講得很清楚 任何只要是搜索現場扣到的 手機、硬碟、隨身碟 任何電池記錄的東西 一定會進行數位解析 跟那個還原 這個是檢方的SOP 然後再來一個 這個問題根本不用問我 你們現場每一位記者都知道 這根本不用問我這個問題 所以怎麼會拿一個 現場很多人 然後講說什麼 私下找我深情緊張 我覺得是這樣 如果有人要打舞台演戲 從法律制度面之外 要消費柯文哲主席 我是絕對不會配合演戲的 我這個人是實話實說的人 我講過什麼話我就一定會認 我沒有講過就不要亂扯 那我剛剛也說得很清楚 那在飛機上以及在巴士上面 其實網路上面都還找得到 當天的錄影 飛機上面也有人錄影 我坐在哪個位置都一清二楚 所以 我只能說這是滿無聊的議題 到此為止 好 謝謝邵總管 柯田已經有民眾黨員 新的 完全新的線 又跑來跟我講 3Q哥你說得對 正本在橘子那裡 柯文哲只是副本 然後他們的分工的確是這樣 真的啊 柯文哲不打一次喔 所以是 那不會一次喔 不是不會啦 懶得學 或者是沒有那麼多時間記 所以他就會跟橘子講 要記什麼東西 橘子打一打之後 他回家作業嘛 然後再Copy給柯文哲 所以柯文哲拿手中的是副本 是橘子做給他 他等於只是看報表而已啦 內容啊 編排啊 那些的都是橘子啦 這個有另外一個人證實 歡迎檢調再傳我一次喔 這個絕對不是露出來的 所以橘子真的有一個USB 然後那個是正本 對 看黃國昌的蝦78亂講的 就是看陳柏惟就好了 因為他每次講 檢方露出來幹嘛的 我跟你講都不是 我這邊都有資料 都有消息來源歡迎來查 因為怎麼樣 水餃 這邊 水餃是怎樣 內餡多 就是內餡多 吃多味美 有料 這個是黃偉翰 黃偉翰就說 柯文哲跑去問吳宗憲 USB被破解會怎麼樣 吳宗憲之前都沒有回應 昨天沒有回應 這個是資深媒體人說 柯文哲在9月2號 吳寶請回之後 短短72小時 這發生什麼事情 復婚期的媽媽母桑 然後有一個告別式 所以很多藍綠白的政治人物 都有不管是坐飛機 坐火車去到花蓮 因為複婚期有包機包車 那他說 在這72小時 有去問這個檢查 曾經擔任檢察官的 國民黨立委吳宗憲 請問一下 不是不是 那是另外一個吳宗憲 雖然兩個都是搞笑 這個是USB被破解會怎麼樣 那吳宗憲就說 一定會被破解 而且會勾擊 真的嗎 但是吳宗憲今天有回應 他說這個議題蠻瞎的 為什麼 因為從台北到花蓮的飛機上 旁邊是徐曉欣 我們在前面 柯文哲在最後一排 不存在飛機上找我談這件事 這第一個 第二個 他說我跟柯不認識 他沒有私下找我講過話 他否認了飛機上 否認了過去 他沒有否認現場 但是我也不要去做這些推測 我們接著看 昨天講起來 他就是從飛機下來之後 坐包車 包車送到會場 在車上問的 車上有可能 他沒有否認車上 好啦 總之我們先不猜測 我們聽他把話講完 好 非常多人關心這個案子 當天也有人談論這個案子 我講的也一定是檢方的SOP 任何搜索現場扣到的一定會還原 這個是SOP 來 立院榮譽顧問專業的在這裡 好喔 不管他否認在飛機上 在什麼東西 有沒有跟柯文哲講 這個先不管 他有沒有 他確認的事情是什麼 他確認當天有人討論 所以他當天也有回應說 一定是檢方SOP 搜索一定會還原 意思就是有人討論 他也有講這個話 可能是黃偉和記錯了 可能不是柯文哲問他的 但是這個意思就是說 的確有人問我嘛 然後USB一定會被還原 那至於是誰問的 這個就是另外一回事 總之就是有這件事情 然後他會被還原 只是不一定是柯文哲 那至於柯文哲有沒有問 我不知道 要去土城問他 好 那傳出這個新聞之後 大家就在講說 柯文哲在問你是不是會怕 柯文哲你是不是怕 怕什麼 怕檢方破解USB 但又捨不得丟 那張毅善說 因為這些關鍵原因 因為保命錢都在裡面 其實 我覺得很奇怪 因為大家都覺得說 那個USB小小的 而且檢方去搜他們家的時候 他不是在裡面大便嗎 那你大便的時候 你就直接把USB丟進去 跟大便一起衝掉 就滅正了 不是很好嗎 密碼看你們很多錢 你可被關鍵 開玩笑 你可被壓也不能 不可以跟大便一起衝 幾個億馬桶會炸掉 而且他上車的時候 在他家 有什麼關係 就沒來我服務處 還好啦我覺得 對 你們就是門口好不好 你們服務處變吉普賽 吉普賽人 好 繼續 我先走 我要先流浪 好 繼續 這個是民眾黨專案委員 張毅善 柯文哲可能不敢問冷錢包的事情 所以只問裡面的資料 會不會被破解 如果只是帳本 為何不在上一個小時廁所 那天就丟這個馬桶 對啊 那柯文哲不捨得丟帳本 一旦丟掉 當中的保命錢就全不見了 來 顧問的價值又在這裡了 你先思考一件事情 我們說 因為剛剛我有新的線索說 正本在橘子那裡 副本在柯文哲那裡 那邏輯上是這樣子 副本可以丟嘛 但是為什麼副本不丟 那很好的問題 但是你要注意看一件事情 柯文哲到底問什麼 這個很重要 黃偉翰是說 問他會不會被破解 黃偉翰是說 他問會不會破解 吳宗憲說是一定會還原 這是兩件事情 對 我懂 我懂你 破解是你有一個鑰匙 有一個密碼 然後沒有人知道 那個叫破解 對 還原是你把東西刪掉 格式化之後還原 沒錯 所以如果是問破解 如果這個問題 如果黃偉翰的爆料 為真的話 吳宗憲說一定會破解 表示 柯文哲是問被破解會怎樣 意思就是他裡面 有鎖住的東西 才需要破解 還原是另外一個世界的事情 因為Excel檔 如果真的只有Excel檔 記帳的話 那個沒有破解的問題 對 那個就是你刪除還原而已 那如果你有一些需要金藥 或者是需要一個什麼東西 加密的 開關的 那個才叫做破解 對 以上報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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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